好我们再来看到 银正炒股案 虽然已经揪出了谢清凉 检调传出现在后面 其实还有更大咖 有涉案其中的经理人 包括前凯基投信经理人彭国新 以及前这个德胜安莲经理人 陆松贤都被认定 他们涉案情节重大 勒令解职或是停职 财政部也启动了大调查 政府抓通音的动作 投信跟营业员就坎言 说市场风声鹤唳 现在人心惶惶 听说我们的公股行库 我们的自营商也有嫌疑 上个礼拜就发函给各公股行库 一定要全部清查 银正炒股案揪出 坑杀政府基金幕后黑手谢清凉 不过现在传出后面还有更大咖 除了谢清凉之外 前凯基投信经理人彭国新 以及前德胜安莲经理人陆宗贤 之前也都被金管会认定 涉案情节重大 勒令解职或停职 不过政府出手打突音 台股也跟着被打趴 它后续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股票市场 今天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也就是说市场上看到黑影就乱开枪 所以对投资者或者对代操业者来讲 这个地方他们都变成了低持股 比较保守的态度 去年金管会就查出安泰等13家投信业者 异常买进银证 并处以12到24万罚还 就是这个基金经理人 他负责操作了政府的基金 他可能他自己先购买了大量的部位 然后利用政府基金的资金 去拉抬到了相对的高点 让自己能够获利 现在又有立委质疑 政府基金也在太阳能谷 说和尚被坑杀了三亿元 财政部决定大动作彻查 引发代操人员人心惶惶 莫名其妙 对 因为怎么查 都不应该是查在他们的身上 一些相关业务的一些营业员 他们都是只有领结单费 比较不太可能会涉及到 就是内线的部分 政府下定决心打投信突赢 没想到却意外掀起投资市场 另一波动荡 东森财经新闻 吴嘉燕何仁凯台北报道